中国环球时报7月25日英文社论 谴责美国对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请愿的网络攻击 上周六晚上 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对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展开调查的网络请愿的伺服剂 遭到从美国IP地址发起的网络攻击 我们强烈谴责这一网络攻击 签署请愿是中国网民的一项神圣权利 自大流行病开始在全球蔓延以来 特别是美国受到病毒的严重打击之后 中国公众强烈要求世卫组织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这些要求在互联网上的呼声特别高 因此一些网民给世卫组织写了一封公开信 后来他们又发起了网络签名行动 到目前为止签名的人数已经超过一千万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我们预测随着联名签名活动的消息传开 更多的网民甚至一些外国人可能会参与进来 共同要求世卫组织对德特里克堡展开调查 美国的一些实力显然对这种日益增长的势头感到担忧 在请愿签名接近一千万的时候 请愿遭到来自美国的网络攻击 似乎有些人特别不希望看到签名超过一千万 他们想粉碎这个行动 幸运的是 伺服器扛住了网络攻击 所说的损失非常小 在美国的势力可能会发动更多针对伺服器的网络攻击 我们将做好充分准备去抵抑攻击 保护网上请愿 继续维抜中国网民神圣的表达权利 我们呼吁更多还没有在请愿上签名的中国人民加入这个行动 很明显 美国的一些实力非常不喜欢这个请愿 甚至害怕他 作为大流行病的重灾期 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美国被怀疑是最早病毒的来源 并将其传播到世界各地 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在其中 扮演了一个非常可遇的角色 一些美国势力害怕该实验室被调查 因为他们有负罪感